桃園市长参选人郑玉蓬他一投入选战 立刻就进入了距离选战只剩不到100天了 所以呢为了让自己的看板能够赶快挂上街头 郑玉蓬呢他今天是和议员小鸡们一起合拍定装照 包括了桃園市长郑文燦呢他也亲自到场陪同一起拍照 而其实呢郑玉蓬平常的兴趣呢就是模型还有动漫 所以他也把家里所有的鸭箱宝道具今天全部都搬出来了 而在稍早的时候郑玉蓬还拿出了星际大战的光剑 和郑文燦呢一起比划两下唱面看起来相当的逗趣 而至于对手呢张善政现在提出的青年政策也被外界发现 其实这些政策呢原本郑文燦市府就已经在做了 对此呢郑玉蓬他也强调了还不如让比较瘦的郑市长来承接五星执政 这样就够了我们来听听郑玉蓬他怎么说 青年事务局桃園也是在郑文燦市长上任之后首创 那这些青年的朋友的政策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会搬来桃園 就是因为郑文燦市长哪有提供了很多贴心的这些政策 给他们很好的生活环境 他们当然会认为我继续支持郑市长 继续支持那个民进党在桃園执政 我觉得这对市民朋友来说很直觉的 那过去他对桃園不是那么了解 那也是因为选举才来到桃園 那我相信他很多事情都还在摸索当中 张善政所提的政见跟市政的这种密合度不太高 就变得是他不晓得目前桃園市在做什么 我觉得陌生感是蛮强的 那或者是说他所提的就是目前我们做的 另外我们可以听到郑文燦他也强调 他认为张善政毕竟是空降的 所以对桃園其实非常的不了解 他也提醒了张善政的幕僚 现在应该多多的认识桃園 提出桃園人真正所需要的政策